越南大专联考登场近93万高中生考三天 越南高中毕业与大专入学二合一考试今天登场 今年全国共有近93万名学生报考 自今天起至27日参加考试 越南自2015年起 将高中毕业考试与大专入学考试合并 并称为高中共同国家考试 学生必须考三个必考科目 此外自然科目与社会科目的二个选考科目 学生可二选一 当的教育部门以学生在高中学校学习及训练成绩 与四科考试的成绩合并计算 以评见学生能否取得高中毕业资格 然后取得高中毕业资格的学生 在已考试分数申请想就读的大专院校 越南教育部指出 今年全国共有92万5792名学生 报名参加高中共同国家考试 与去年相较 报考人数成长7% 全国各地共设有2144个考场 共有逾45000名老师与相关人原村加监考语维护考试安全等任务 另外 由于越南各地最近爆发反对政府拟通过经济特区法草案的示威游行 导致社会治安与交通受到影响 越南教育部除了要求相关单位加强维安 也呼吁民众不要在街头集结 以立考试顺利举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